看这张照片 让我想起了很多 小时候的往事 它记载了我很多的 儿时的梦想 这些梦想到现在 我一直在努力地实现 努力地前行 从四五岁的时候 我就喜欢唱歌 从我的爷爷 父母和全村里面的老人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希望 有一天能够在舞台上 能够看到我 能够看到我唱歌 四代人的梦想 也是我们全村人的梦想 我的跟就在 这座老房子里面 永远不要忘了 自己的跟在哪里 不管你走得再远 离家再久 有跟就有家 有家就有幸福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歌手 云飞 我来自内蒙古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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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云飞哥 欢迎 刚刚云飞一上台 我觉得歌声非常好 那大家都知道 关键她说话声音特别好听 真的 专门锻炼过这种说话的声音吗 我是以前学歌剧 然后我们老师也会 经常也会让我们 朗诵 朗诵 今天咱们每张照片 给我歌的痕迹 这样 你可以说 也可以唱 如果你觉得说得好 你就说 如果你觉得说不足以表达 你就可以唱 好不好 那这样咱这个云飞来了 咱们继续来跟云飞 好好聊一聊 好吧 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 我们的著名的歌手云飞 我们来看一看她 关于家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 这个珊娜今天找到什么样的照片 哎呦 就刚才我们大兵出的那一张照片 这个一挺时尚啊 这裤子上面还有 这是两只什么小白头 小猫吗 还是小狗 小狗吧 小狗 因为这裤子 是我姐姐她们剔下来 然后我妈给给我改装的 正好这个地方 裤子有两 有洞破了 是磨破了 我妈自己拿了布 绣两个小狗 然后贴上去 我七岁之前 我真的没穿过什么 就是那种崭新的衣服 小时候虽然说 家庭生活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 但刚才你说了 你永远忘不了你那根啊 你说这小时候 什么印象是最深的啊 这张照片里面 那个院子 因为这个院子 也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 最开始的舞台 到夏天的时候 爷爷奶奶 把那个桌子搬出来 就夏天都在院子里面吃饭 一边吃着饭 一边听我唱歌 虽然家庭生活 不是特别富裕 但那个时候 就开始有了一个 唱歌的舞台和梦想 我们家里面的很多人 都爱唱歌 都喜欢唱歌